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您好 您好 华老师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是啊 确实到了收获的季节了 像辛苦了一年的农民朋友们 经过了很多的旱灾 水灾各种恶劣天气的抗争 终于到达了收获的季节了 的确是历历皆辛苦 但是一提到这个四海之首老鼠 我觉得让所有的人都是身无痛绝 它不仅仅是偷粮食 造成了这个财物的巨大损失 同时它还传播疾病 这是让人身无痛绝的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跟捕鼠有关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先读为快 老鼠是一种孽齿动物 是我们最熟悉的邻居 老鼠的主要特点是门牙发达 而且终生不停生长 因此需要长长磨牙 它行动敏捷迅速 生命力旺盛 数量繁多 并且繁殖速度极快 俗话说 一公一母 一年二百五 老鼠基本上一到两个月 就能繁殖一代 一年就可以八市同堂 它们会打洞 上树 适应能力很强 几乎什么都能吃 什么地方都能住 而且危害农林草原 偷吃粮食 还能传播鼠疫 流行性出血热等疾病 对人类危害极大 发明人张百顺 发明项目 全自动连续活补器 今年38岁的张百顺 念完书就进城打工 这些年下来 一直跟机器打交道 悄悄打打 机械电器对他来说 可都是老朋友了 左邻右舍有电工活 也爱请他帮忙 在他手里 无论多复杂的毛病 总能修好 每次给乡亲们 解决好问题 看着大家满意的笑脸 和竖起来的大拇指 老张打心眼里高兴 大家都说 他是个热心肠的人 以前坐过修理摩托 当过电工 搞过车床 变汗之类的东西 我这个人就喜欢 琢磨一些东西 摸索一些东西 老张的家乡 河南商丘 正是金顶蟹花 苏黎的猪产区 这种苏黎 脆甜无渣 含糖量高达15% 一到秋收 成片梨树硕果累累 村里的老老少少 都动员起来收梨 好不热闹 这些梨树 就成了全家 乃至全村的 主要收入来源 这上亿千克的梨 储藏起来并不容易 从前村里都把梨 储存在土窑里 但是土窑里风性差 到了冬天 里面堆满香甜 可口的苏梨 总有老鼠 窜来窜去 为了更好储藏苏黎 村里建起了 现代化的梨仓 既能保证通风 又能防治鼠患 但是这毕竟不是 根除鼠患的好办法 为了抓老鼠 乡亲们试过不少办法 但是效果都不好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大家想起了老张 老张虽然也懂些机械 但对老鼠可是一窍不通 为了扛下这个重担 解决乡亲们的难题 他一边研究老鼠的奇性 活动规律 一边尝试制作机器 他费了不少功夫 研究以前的老办法 为了跟小老鼠斗智斗勇 他天天钻在家里 又是汗又是剧 迷你乡亲们早都听说 老张要跟老鼠大干一场 也都满是好奇 我们的记者也赶来 想看看他的好办法 会是什么样的呢 你可以带我过去看一下吗 好的 好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在哪里 这位就是 你好 你是张百顺吗 你好 你好 请问你们是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你好 听说你发明了一个多功能 连续活补器 这个就是我做的 就是这个 对 这个是多功能的 只要问啥东西 只要到这个地方来 他就陷进去了 出一个翘翘板似的 翘翘板似的 超过他的重心 就是他就陷进去了 进去以后 他又回来了 那这个的话 他能实现连续活补吗 对 能连续活补 对老鼠是非常零 它就是利用你这个后面 这一个钢筋的一个重量 对对对吧 但是我看你这个装置 好像太简单了 那在我们看的 这个老鼠是特别聪明的 我看你这个装置这么简单 其实我第一感觉 它应该是补不到的 不过呢 它就是作用的可以 作用可以 作用可以 这个好像不太重看 但是肯定中用 对吧 对 既然这个过节老鼠 人人喊打呢 我们就用这个装置 来补一下老鼠 行不行 看你这个连续的 一个活补的装置 它到底 这个功能怎么样 行 好不好 好嘞 老鼠灵活敏捷 能跑能窜 只要一出龙门 稍不注意就找不到了 为了能更好的 实验出补薯器的效果 老张特意制作了一个围栏 让老鼠在一个固定空间活动 既能更快地得到结果 也能方便我们观察 老张成天在家 悄悄打打 搞发明创造 附近的人们早就传遍了 大家听说 它的捕鼠器做成了 都想来看看 这捕鼠器 到底有什么神通 那你怕老鼠吗 不怕 不怕 看着您的胆怒 我看见它好悔 它搞破坏 带衣服都要了 带你吃的东西 都给你弄脏 传染病 各种各样都有 老鼠一般来都是用老鼠盏 用老鼠盏老鼠牌子 在没这个情况之下 原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现在用老鼠盏老鼠牌子 它死了你不知道 都是都滚到有气味的时候才觉得 这样大伙都过来了 咱们老张的这个装置也做成了 他特地准备了一些老鼠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好不好 好了 这次实验 他找来了四只小仓鼠 仓鼠个头较小 性格温顺 反应速度慢 先拿简单的仓鼠来试试看 捕鼠器能不能成功呢 这是什么老鼠 这是我从街上买的那个小仓鼠 小仓鼠 小仓鼠 小宠鼠一类的 小宠鼠 对 它不咬人呢 不咬人 哎呦 看了整个就是一个毛球啊 毛茸茸的 这跟咱们平时见到的老鼠还不一样 现在准备的也是小仓鼠对吧 对 怎么全部准备这个小仓鼠呢 那一种老鼠它咬人 我们现在是做实验用的 等会儿用的真是 小仓鼠们简然有点紧张 四只小爪子跑得很快 但是跑来跑去都找不到出口 这个大笼子表面光溜溜的 想爬出去 却连下爪的地方都没有 捕鼠器还静静地待在围栏的一角 小仓鼠们看都没看它一眼 它能抓住老鼠吗 好像这个老鼠有点偏小我感觉 有点偏小 因为要是大的话直接就爬进去了 就在大伙要对老张的补鼠器失去信心的时候 小仓鼠们的反应却让老张哭笑不得 我看这个仓鼠的里面还自己打起架来了 它根本就 哎呦 就都打起来了 它就放在那里 你觉得这老鼠 本来我们想放进去 是验证这个装置能不能捕到一个老鼠 但是好像放进去以后呢 它们根本就没有 不是 它们不是一窝 不是一窝的话 它们也有 那边也打起来了 哎呦 那两只也打起来了 小仓鼠们适应了围栏里的环境 这里还算安全 既然无法逃脱 索性打起架了 看来这个老鼠放到外面 也是到处乱跑啊 我这现在没有放食物 我要是把这个食物 要放到里面去的话 这老鼠一会儿就进到这里面去了 掉到陷阱里面了 对 那你手里面拿的这个是 红薯 那咱们放进去试一下 好嘞 好 看来这个老鼠 就这个 这一句话一句了 好嘞 这样 一块红薯果然有效果 小仓鼠们闻到食物的香气 都兴奋起来 这红薯看得着吃不着 小仓鼠们急坏了 围栏外面 我们的记者和老张 也有些紧张 生怕小仓鼠 找不到吃红薯的门道 但就在说话间 一只小仓鼠 爬上去了 但是好像放进去以后呢 它们根本就没有 还不错 看着你这个 还抓到了一只 还是红薯管用 每一会儿就有一只小仓鼠中计了 看来老张的捕鼠器 确实有些本事 大家看到它捕鼠成功了 都打消了 心中的疑虑 怎么样看着这个装置 捕鼠效果怎么样 挺不错的 可以啊 也捕鼠老鼠了 可以 不过于来一只 过来一只 后边三只 可能也能进去 这里又来了一只 说话间 又一只仓鼠掉了进去 很快 四只小仓鼠中的两只 已经中招 剩下的两只 似乎意识到了危险 都躲到了围栏的另一边 看着老张的捕鼠器 不一会儿连续捕到两只老鼠了 大伙对老张的机器 信心大增 赞美之词 络绎不绝 说话间 剩下的两只老鼠 也接连掉入笼子 但这毕竟只是宠物鼠 能说明问题吗 这里又来了一只 老鼠 这个是场 如果是老鼠的话 效果还不一定是哪儿的 老鼠爬得比较快 爬得比较快 一转眼功夫就跑了 老鼠紧大 跳了高 紧大 跳了高 这个时候比较署名 这种老鼠比较笨一点 更狡猾 这样的这个 不可以逮住 逮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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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来离去 如果有一个进去的 其他的都不会进去 自己进去的 它都出来了 它不会再去上当 大伙也看到了 十分钟左右 它就全部逮住了 这样一看的话 我也感觉也差不多 差不多 也可以 应该能抓得住 应该能啊 我从外面也逮了几只野老鼠 也可以 要不然可以试一下 野生老鼠比仓鼠更加机密 速度更快 老张的机器 在面对小仓鼠时的表现不错 但面对野生老鼠的时候 会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老张拿来了野生老鼠 准备测试一番 这个老鼠 它平时能跳多高 有时候能跳到一米 八十左右 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对 一米 那咱们这个 你焊接的这个围栏 大概是多高 八十公分左右吧 八十公分 那咱们等一下 这个老鼠跳出来 我们就得逮老鼠了 那等一下那个老鼠 它又是跳上来了 我们用手去弄它 它会不会咬人呢 咬 跑就跑吧 跑了也不能用手去弄 行 那你这样 那你为了别紧扰它 你慢慢地放下 你得心 哇塞 哇塞 哇 这它坏了 它坏了 再拢了 再拆了 哇 野生老鼠一进围栏 马上窜了起来 野生环境下的老鼠 机敏怕光 我们的实验环境 完全没有隐蔽空间 周围又有人声 老鼠们 日常惊慌 在围栏里 到处上窜下跳 野生老鼠 比起小仓鼠 速度快上几倍 我们的记者和观众们都为老张的捕鼠器捏了一把汗 慢吞吞的小仓鼠能抓到 但这野生鼠看起来就十分灵活 捕鼠器 能行吗 左冲又突四处跑窜 却还是没能找到出口 两只老鼠一动不动 身上的毛全都竖了起来 捕鼠陷入了僵局 为了让老鼠们掉进陷阱 老张和我们的记者使劲敲打着围栏四壁 老鼠只好坐在角落里 探出小脑袋 想查看四周的情况 但背后又出现了可怕的震动和巨响 一只胆大的老鼠 干脆破罐破摔跑了出来 眼看着捕鼠就要成功 就在这时 大伙被眼前的一幕 震惊了 老鼠你看 你可以把这个爬不回来 没有 讲他 老鼠两年 这不行 不行 盖子的问题 盖子的问题 这个的话应该不行 我们家老鼠相对来说 个头比较大 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做生意画玻璃的 玻璃后边有好多那种东西 然后仓鼠都是这么大的 老鼠都是这么大的 然后要是这个的话 估计不行 他这不 他都会接着那个表足 他不摆那个盖的 这样效果不好 现在你看这样 带这样的老鼠还有点难度 得想花 得想花 再改一改 野生老鼠 老张的机器却失灵了 问题出在哪呢 刘老师通过片子我们看到 发明人发明的这个补暑器 补暑的效果并不理想 这是为什么呢 它这个主要还是由于它这个翻板的结构 它是有一个翻板 老鼠呢 从上面走过去之后 它这个翻板会陷落 像一个陷阱一样 然后老鼠掉进去 但是它现在这个翻板呢 反应不是很灵敏 所以说老鼠呢 有可能是经过了 翻板还没来地掉下去 或者是翻板稍有触碰 老鼠就跑走了 那导致它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 那么我们的发明人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从来以为自己的补暑器 比传统方法先进 肯定能补暑成功 没想到老鼠对它的发明 不无理不睬 看来不能小看这小老鼠 老张还得采取一些技术手段 他查阅了不少资料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补暑器 更灵敏呢 他一边思索 一边尝试 经过一番制作 新一代补暑器 做出来了 老张 特地过来看你这个机器 改成怎么样了 现在我改进了电子孔制 这是一个机关门 这个塔要只要是在这个上面活动 这个门就迅速打开 把这个猎物都已经掉到这里面去了 以前是靠重心把门打开 现在呢是用这个门外感应 是这个装置 对 有这个装置 加上这些东西 然后 孔制这个机关门 那你这边是一个门外发射的一个头 然后这个后面是一个电路板加电池 对吗 对对对 怎么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些连杆装置 这些呢 这是一个电磁铁 通过电以后呢 这个贴块呢 通过电磁把它吸下去了 这一吸下去以后 是这样的 这里是个电磁铁 对 这一次就不是通过那个老鼠自身的重力 把这个压下去的 对对对 不是不是 我压一下试试啊 好 上一次那个门呢 一压就往下面掉 对 一压就往下面掉 对 我看到老鼠它好像知道是一个陷阱 都不往中间来 对对 对吧 对 现在这一次老鼠是压不开了 对 我看这个上面承受一个老鼠的重量 还是绰绰有余的 对对 还不错啊 对 那老鼠是怎么掉进去的 这里面呢 放点食物 老鼠呢 它只要在这个地方活动过来了 走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窗上回来就自动 然后呢 进去以后 它就关闭了 哦 它是这个头感觉到前面有异物 对 这个门就自动打开了 对 哦 那我试一下 好 原来是这样的 哦 这一次是肯定能用 嗯 这个要不咱们再试一次 可以 好嘞 好 那我们过去试一下 走 好嘞 这一次的捕鼠器 简直成了自动化的高科技武器 记者和老张都很期待捕鼠效果 上次老鼠小心逃跑 这一次效果又会怎样呢 你觉得这个设备能补到老鼠吗 能 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百发百中 对 行吧 呃 那就咱们这个老鼠也准备好了 呃 你的装置也准备好了 对吧 嗯 看你的装置厉害 还是咱们这个老鼠厉害吧 行 好 比试一下 啊 好 开始 参与本次测试的双方选手 一边是四只老鼠 一边是老张和他的捕鼠器 反而老张很有信心 直接换上了野生老鼠 第二代捕鼠器经过老张一番改进 可谓是鸟枪换炮 连红外线都用上了 观众们也很好奇 都想看看老张折腾了半天 到底行不行 咱们都来不及反应 那个老鼠已经掉进去了 我估计那个老鼠 它也没有反应过来 对 它反应不过来 它这个东西反应特别快 这个比那科技含量高了 科技含量高 那弯端子靠重力的影响 现在这一次靠红外线干应 干应它不是靠重力 话音还没落 一只老鼠就先中招了 它连挣扎的机会都没 还没反应过来 就掉进了陷阱 外面的老鼠看到小伙伴 一转眼就没了 更摸不着头脑 只好围着捕鼠器爬上爬下 紧张地观察着 老张的新机器果然厉害 灵活激紧的老鼠 想营救自己的同伴 却只能围着捕鼠器打转 在他面前 老鼠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没反应过来 就接二连三掉进了陷阱里 围栏外的观众们 看到这样的结果都拍手叫好 几只化工夫 四只老鼠 全收进了老张的法宝 张师傅 看你这个装置还挺有意思 差不多 对吧 我觉得你这个刚刚 把老鼠全部补进去了 大家看得都特别开心 我也开心 也开心 就是以前经常是老鼠害我们 这一次是我们害了 刘师傅经营一家面粉作坊 老鼠是他家的常客 不仅弄脏面粉 还总把机器电线咬坏 看到这样的结果 刘师傅提出 让老张到自己家来帮帮忙 我们直接就到那边去试一下吧 行 好了 行 实战测试 老张这还是头一次 从前试验能成功 这次来到了老鼠们的主场 老张还能大显身通吗 刘师傅 刘师傅在哪个地方老鼠 在这个墙角 在这个墙角 墙角 这得有老鼠洞 哦 有老鼠洞 还有 你看这窗户 哪个地方我看一下 面积 面积最多 这个面积老鼠洞最多 这个比较多 哦 那些窟窿都是老鼠洞吗 都是老鼠洞 你看这 哦 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个老鼠洞了 这个就是老鼠洞 这里 这些地方老鼠都可以钻出来是吗 可以可以钻 前面躲了 那树还太厉害 哦 那你们这边平时怎么防鼠的呢 那都是老鼠夹 我看一下 哎对 都还放在上面呢 放这个 这个比较 这个东西比较加入熟啊 加入老鼠 带入这个熟以后 它自己也有跑了 现在没用啊 不用了 效果不好就没用了 效果不好没用 当时有那个泡熟液 嗯 那搁到这个大面方里边 嗯 试验一下最后 试验一下 对 就是这个自然条件下 对 在这个自然切业下 那看不如 调节看什么呀 我感觉它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 那边是试验的 因为这里面呢 我用一个食物来诱导它 诱导它 对 但是这里面还存有很多这个面粉呢 这个老鼠 老鼠都是冲着面粉来了 对 我这个下的这个食物呢 它比较 这个气味比较香 有这个瓜子 哦 这个香瓜子 对 还有这个花生米 还有香蕉 香蕉 对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老鼠爱吃的食物 对 老鼠爱吃的 行 那这么着 我看那个窟窿啊 都是集中在这一块 那我们究竟就把你那个装置放这里 行 行 好嘞 好 那把那个装置搬过来吧 好嘞 刘师傅家的面粉作坊经营了十几年 老鼠们早就在这里安居乐业 十分嚣张 老张的捕鼠器效果似乎不错 面对真正的捕鼠环境 他能成功抓到老鼠吗 老张 这个可是你第一次到室外来捕老鼠啊 对 你觉得这样子能够捕到吗 行 放心吧 百分之百能带中 行了 现在就行了 这么着急行呢 对 那明天我们早上就来收获一下 看有没有捕到老鼠 好嘞 好 放心吧 刘师傅 好 明天要把你房间里面的老鼠 我希望能把我老鼠能开静 好好好 一定 好嘞 谢谢张师傅 不客气 好 咱们走吧 好 老张和我们的记者安放好捕鼠器 下好诱饵 回家等待测试结果 那新一代捕鼠器能有怎样的表现呢 经过一晚的等待 让我们来看看老鼠到底有没有上钩呢 来看一下那个里面有没有捕到老鼠 走 老张 这个装置是你做的 那由你去看一下 那由你去看一下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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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 有一只 有一只 这里面还有一只 这里面怎么进来的 它可能从这个缝隙过来的吧 哦 这个老鼠 尖锋就钻呢 是啊 这个不能让它跑出来 嘿 还不老实啊 这个算是一个意外收获吧 对 这个 这样带入的话也不算我的成绩 哈哈 因为塔斯这样 没有想到 老鼠会从这个地方进去 啊 如果这样它能进去的话 还能从里面出来 那咱们赶紧把它合上 好嘞 好 那里面有吗 我们看一下 看不到 里面 这样能看到 哪里 那不是 有吗 在里面呢 有有有 这个还还还还大 很大了 哦 这个老刘 平时就是这个老鼠 破坏咱们这个面是吗 哎呀 太厉害了 嘿 还不老实 你看 哈哈 可以录到了 怎么样 差不多 差不多 还行 嗯 不到两只 还得不到两只 平时咱们这边 肯定不止两只吧 哎呀 还有好多 还有好多 我看你这边 这个老鼠洞啊 到处都是呢 对 对吧 手战告捷 老张的捕鼠龙一出手 就是两只老鼠 看到老鼠困在里面 不知所措 刘师傅也满脸笑容 看来老张的捕鼠龙 果然厉害 一只掉进陷阱 还有一只意外收获 你以外接着来什么啊 好 来 实战效果不错 一次抓到两只 但是这意外的惊喜 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这个里面也会烤一只老鼠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缝隙 因为这个有一个线 通过这个缝隙来核不严 把这个有一个缝隙呢 老鼠从这个缝隙里面进去了 不过效果还不错 那咱们现在怎么把这个老鼠取出来呢 我糊涂了 咱们这样吧 咱们有没有夹子之类的 夹子 有钳子吧 我准备来有一个钳子 这个钳子行吗 我先用小贴棍把它按住 把它按住 按住以后呢 然后再用钳子夹 好 那我来 怎么这个感应头也掉了吗 因为这个头呢 设计的在这个 要掀这个盖的时候呢 这个头 压住这个盖呢 把它这个头给 一掀这个盖 把这个东西头也弄掉了 行 咱们赶紧抓老鼠吧 现在好嘞好嘞 好 你送开吧 赶紧弄一个什么 那咱们还有另外一只 这个才补到一只 看头都被我们弄下来了 弄下来了 这是用胶粘的 用胶粘的呢 粘到这个上面 一掀 用手一掀这个盖呢 把它撬上来了 咱们粘到这个地方 还可以重复使用 对吗 还能使用 能使用 我们要不试一下 咦 怎么没有反应啊 开关也开着呢 这个线 这个线也太乱了 这个线被老鼠咬断了 这个地方 可能被老鼠咬断了是吗 对 那咱们那个里边那一只呢 在这看不清 抓进去容易 这老鼠怎么取出来呢 捕鼠器设计的捕鼠舱 密闭性强 极有顶部的翻板 可以单向打开 可是 想要从这里取出老鼠 并不容易 我们的记者和老张犯了仇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跑了跑了 跑了 在哪里 在这里面 你这个装置哪里 是捕鼠器呀 捕到了又跑掉了 好了 这下老鼠又重获自由了 忙活半天成了一场空 好不容易抓住的老鼠 怎么就逃跑了呢 是分明这个改进后的 这个捕鼠器 不用翻板了 而是变成了电子控制的翻门 但是这个使用起来的效果 却不理想 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它在这一代的改进当中 加入了一个红外探测器 当老鼠接近这个红外探测器 探测头的部分的话 它这个翻板就会迅速地开闭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致的问题 就是它开闭的速度太快了 可能老鼠还没有掉进去 这个板就闭上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发明人的这一代机器 实际上是加入了一个红外探测头 当老鼠经过这个中间的部分 如果这个红外探测头 探测到老鼠的话 它这个门就会一个迅速地开闭 但是它这个问题是 如果它开闭的太快了 老鼠可能还没有掉进去 这个门就已经关上了 我现在手里的一个圆柱体 就代表这个老鼠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它一开始是在这个位置的 当我这个门迅速地开闭 这个老鼠其实没有掉进去 但是它这个开闭已经完成了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它电线非常多 所以如果裸露在外的话 这个老鼠会把这个电线啃食 导致它这个效果 不能长时间地进行一个捕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代发明人 他加了一个除鼠舱 就是把抓到的老鼠 把它跟这个陷阱相隔离 但是它这个隔离做得比较小 所以还不能满足 就是长时间使用的要求 原来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发明人士如何来改进 他的这个捕鼠装置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拍 老鼠好不容易抓住了 却又跑了出来 发明陷入僵局 但这个时候 留给老张的时间已经不多 村里的梨树眼看就要收获 如果在苏黎储存前还没能成功 今年的收成又要被老鼠破坏了 眼前捕鼠遭遇难题 背后时间越来越紧迫 老张会做出什么样的改进呢 老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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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改进的这个捕鼠装置 对 比之前我看大了不少啊 多了一个部件 这是一个 对 这个储鼠舱 这是一个储藏那个老鼠的地方 对 上一次做那个呢 就是储鼠舱太小了 另外呢 还有就是那个老鼠呢 进去以后呢 我们看不到 到底有没有老鼠 看不清楚 要是打开盖看吧 打开这个东西 要看了的话呢 老鼠就容易从里面跳出来 所以说我又改进了一下 线路好像也是坐到里面去了 对 上一次那个线路呢 要是碰到雨天下雨的时候呢 在外面漏着 容易形成雨水呢 容易形成短路 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我又改进了 在里面 现在下雨呢 也不怕了 另外呢 这个老鼠呢 从这个里面进过来以后呢 这里面是斜的 老鼠呢 抓不住 它进去以后呢 就划到这里面去了 这个是一个单向门 进去以后呢 老鼠呢 从那个里面呢 就在这里面了 进不到这里面来 也就是 从这一点上呢 就是老鼠呢 就不会再从这里面跳出来了 划到老鼠呢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对 没有问题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是改进的一个设备 和咱们之前的那个设备进行一下对比的话 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好 那比上一代要强的多 要强的多 对 要不这样吧 咱们这个效果呢 我们都没看到 我们还是叫一些邻居 然后呢 还是在咱们之前那个模拟舱里面 我们再做一下对比 可以 好嘞 上次测试一波三折 果农们对老张的机器 又是期待 又是怀疑 一听说新一代补薯器改进成功 大家都赶来想看一看新机器效果怎样 老张针对上次的问题做了不少改进 不仅增加了除鼠装置 线路也都包进内部 防止老鼠咬坏 看来这一次老张做足了准备 那新机器效果如何呢 那咱们这边呢 张师傅 你看啊 刚刚咱们一番折腾 把两款这个补薯的装置呢 都放到了这个围栏里面 一个呢 是在墨面坊已经试过的 对 这一边呢 是你新改进的 那咱们今天呢 就分别用那个山鼠和咱们这个仓鼠呢 来做一下对比 好 看哪边的这个补薯装置呢 它补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不好 好嘞 也看就是你改进的一些 性能到底优越在哪些方面吧 好 这次比赛 我们在两边各放入两只野生田鼠和两只仓鼠 通过两代的对比 来看一看新机器改进的效果怎样 刚进入新环境 几只小老鼠都很紧张 它们很快发现这里并不安全 第二代这边 小老鼠们到处乱窜 想找到出口 很快它们注意到了中间的补薯器 这是安全的出口吗 胆大的小仓鼠先扣进了补薯器 在我们满心以为它将是第一个猎物时 意外发生了 哇塞 哇塞 快快快 跑到那里面去了 哇咱们这个老鼠真的钻到里面去了 哦咬线了是吗 那个有缝它可以录着有线 明显能够咬的 它这个有缝它就往里钻 对我们看到这个仓鼠好像就钻到这个里面去了 对对对 对吧 这个线呢 就按这个线的明线 它叫咬线 咬线 新一代补薯器 这边的老鼠也很疑惑 围着绿油油的补薯器 爬上窜下 灵活的田鼠 甚至把补薯器踩在脚下 想跳出围栏 一次不成 老鼠们打算再试一次 但这次 补薯器的脾气 可就没那么好了 老鼠刚爬上陷阱 还没起跳 就被结结实实 关在了笼子里 看起来也比较美观的 比较美观 我感觉这个可能好点 这个好一些 对你妈 这个线呢 要不住 这个青梅辣椒 比那个 除了老鼠毒 它总结一个构物藏 一个构物藏 它就老鼠进去之后 它就往前面 不会再过去了 这边看得更好一点 你看到妈 它这个看得 感觉透明一点 这个网的 网的 看着老鼠 他一眼都看见 这个老鼠 他就滑过来了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 三面都是网状 这个好像更容易爬上去 更容易爬上去 那个老张 我看这个大火 就是通过这个比较以后 发现这个老鼠 确实在你改进的 那个笼子里面 就是捕的更多 而且这个效果也比较好 我们呢 就是找一些 这个鼠患更严重的地方 去做一下验证 行 行 对自己应该是充满信心的 有信心 绝对有信心 绝对有信心 测试结果不错 看到果农们满意的笑脸 老张信心大增 我们再次把捕鼠器 带到面粉作坊 这一次捕鼠 能成功吗 我帮你这个 请看你 来试一下吧 行 上一次捕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一次呢 我改进了一下 这次肯定能 这个捕的老鼠 好 我希望能够 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上一次已经放过了 要不我们换一个位置吧 可以 放在哪个地方 放这个面粉 中方面粉这个地方 好 咱们这个捕鼠笼和这个面粉 放在一起对吧 对 这样的捕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是吗 上一次这个效果 还是没有达到你理想的这个要求 对对 这次还换了个地方 这次呢 我还在下一些诱饵 你觉得换地方 是咱们这个捕鼠的一个关键因素吗 多少有一点 有一点 老鼠这个 它也一种习惯 嗯 老地方它不去 就是上一次在那边受惊了 它先嘴呀 它有了一个气味 面方中食物丰富 威力引老鼠靠近笼子 里面放进了花生香蕉 这都是老鼠最爱吃的东西 一切准备就绪 测试即将开始 好 行了 这样就行了 刘师傅 说实话你觉得这次能捕到老鼠吗 这一次和比上一次和强点 应该强一点 对应该强一点 希望我们这次的效果比上次也好一些 好嘞 咱们走吧 捕鼠器放好了 接下来一切就交给这位机器猎人 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吧 第二天 老张和刘师傅迫不及待赶到面房 他的捕鼠器会有收获吗 有吗 怎么没有啊 怎么会啊 他这个老鼠可能上次 也不对啊 应该这里面应该有啊 你看 这个弹压门已经滚开了 好像在这里面吧 有痕迹是吗 对啊 有痕迹啊 咱们的狗个命数 下面有那个老鼠屎 看到了吗 对对对 估计这里面有 有是吗 好 倒一下 有有有 有一个老鼠尾巴是吗 对对对 哦 哈哈 有 有是吗 别别出来 再两个尾巴 两个尾巴 好 倒一下 把螺仪吧 让它出来 两只两只 三只 三只 哎呀 可抓住 收获不小 收获不小 好好好 这边的快补完了 总共两次咱们补了五只呢 这个一窝老鼠一般情况下 九只十只左右 嗯 逮得到老鼠可能不止三只 为啥这样说呢 要是 它能进到这个机关门里面来 来的话 嗯 第二只老鼠过来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趁机从这里面跳出来 哦 就是第二只老鼠掉进去 但是第一只老鼠跳出来了 对 有可能才补到了这三只 要是把这个单压门给的话 我估计得它可能比这要多些 哦 补到的老鼠并没有像老张设计的那样 进入除鼠舱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华老师 这次我们看到发明人增加了一个单独的除鼠舱 嗯 它这个除鼠舱的设计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它希望我能抓到更多的老鼠 所以说把这个陷阱的部分和这个除鼠舱分开 它加入了一个设计 它希望这个老鼠能更顺利地从陷阱舱调到这个除鼠舱 所以它加入了一个铁板 这个铁板呢 但是发现了在焊接的时候 这个铁板由于受热还有焊接的一些技巧问题 这个铁板呢 产生了一个轻微的形变 但是就由于是这一个轻微的形变 导致老鼠能够很轻易地站在这个铁板制成的滑坡上 它不会掉进陷阱之后 很轻易地就能进入到除鼠舱里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 它这一带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除鼠舱和它这个陷阱部分中间的一道门 这个门怎么控制的问题 对 如果它这个门呢比较重 就是老鼠就没法从这个陷阱 然后掉落到这个除鼠舱里 对 但如果它这个门太轻了 老鼠会很轻易地从这个除鼠舱 把这个门给扒了开 挤到这个陷阱里面 所以它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再解决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士如何来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老张回到家 查不思犯不想 立马投入到研发中 补书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可最后一关该怎么过呢 老张陷入了沉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终于第四代活补器诞生了 老张 你好 怎么把你这个捕鼠装置换了一个颜色 我又这是我又做了一个 又做了一个新的 对 怎么跟上次看上去是一样的 别就这个地方改变了 这是一块什么材料 是玻璃的 玻璃材料 对 老鼠它抓不住 它进去以后呢 就滑到这里面去了 你这个旁边还贴了很多这个 这个能打开小心 有有 绣花针对吗 对有针 这个是很很关键的 对上次 上一次来这个老鼠来容易 还能从那个单向门这边能进去 这一次来它就跳不出来了 因为老鼠来从这个地方往上爬 这个门要自己合的话 它往上一上来 这个针就扎住它了 那怎么证明呢 那要不我找一个东西试一下 行 我们来看一下 您这道具还挺多的 又拿了个玩具人 玩具人 小人 试一下 现在呢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让它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你再想过来 你再想过来是不可能了 就只能往里面走 对 自能往下来 不能往上走 针已经扎进去了 对 所以说老鼠呢 它一见到针一扎它 它就回去了 是这样的 这个到底效果好不好 咱们是找几个地方试一试吧 可以 好嘞 谢谢 第四代机器从外观看 美观了不少 不锈钢制成 功能也大有提高 老张带着他的活补器 选了三个试验点 分别是 遗教 鸡舍和鼓场 这三个地点 食物充足 鼠患严重 但传统的补数方式 弊端不少 对卫生影响严重 如果老张的补数器 能够成功 就能为这些地点的 鼠患防治起到很大的作用 老张设下三个补数器 看看第四代机器 效果如何呢 经过一天漫长的等待 究竟能不能成功 我们的记者和老张 一起揭晓答案 有老鼠吗 有一只 看看你们上去 捕到一只是吗 捕到一只 捕的也不是特别多吗 捕捕一只 咱不捕 有 看看这只 抓到一只老鼠 一只老鼠 它就 就 就 获白利多了 吃完这个利 它 又 要那个利 你看 拿来 捕到老鼠 你看 嘿 这老鼠 它就 获白利 获白身 咱们用几个花生 也 补到了一只老鼠 一个花生 就是花生 你别让 你要不用 这个漏洞 你得不得 我这个离觉的可不是一只老鼠 你这也是左足一只 没有关系 放在这里不用动的 它可以连续活补的 连续补 放在这里面放点水就行了 老鼠它不会死到里面去 放心吧 那行 那咱们这个离觉的话 这样你就放心了 那放心 这回不把老鼠这游了 老鼠游不动了 挺好 比较密闭性强 管理规范 老鼠自然很少 接下来我们去鸡舍看看 这里的结果怎样呢 有吗 有 看 他们三个字一会儿的 说来 一直就来了 我就说嘛 只要有老鼠的话 肯定能补到 怎么样 现在相信我的东西 还可以 还可以 还有机制 还要补 还要补 那这个装置放在你这里 行 还可以不错 鸡舍属于开放空间 老鼠比较多 我们的补鼠器 表现也相当出色 我们又来到鼓场 还没进门 就看到鼓场门口 挤满了围观的乡亲们 好像有一些人在那边 是吗 可以载住了 走赶紧下车看一下 老乡 你好 您师傅是吧 对 有没有啊 有还多 有没有 有老鼠吗 有有有有 几只啊 三只吧 我看 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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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老鼠站也不管 那天冷了 那就念度大不好 小哥不错 真不错 这个东西真好 比下药安全 比那个像老鼠站 老鼠站来 你放哪个 有他其他东西 那样 啪的情况下 或者脚踩上 撕不掉 他这吧 他往哪里放他 他也不展进 你能 看见 有了吧 我这展了吧 他撕哪个 他啥几个屋的 你照不住 可以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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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到哪个地方都行 很好 搁到哪个地方都行 搁到哪个地方 实际上还方便 还感情 还贵神 搁到在这儿弄下来 老鼠坐 比老鼠站 老鼠站 你站住 他有时候 他留的时候 你站不住 老鼠要 你搁到哪个地方 你找不到 他给你发臭 他有气味 这个可以方便 测试结果 显而易见 老张的捕术器 一口气 就抓到八只老鼠 狡猾的老鼠 在活补器面前 举手投降 摆下阵来 困扰大伙多年的 鼠害问题 终于有了希望 今年的苏黎储藏 也不再头疼 老张 非常欣慰 老张研发的 多功能活补器 经过了四代改进 结构设计巧妙 功能发展完善 相比传统捕术方法 更加环保卫生 一次能够连续捕获 多只老鼠 特别适用于 对卫生要求高的 捕术环境 老张运用自己的 聪明材质 多次实验制作 捕术器 最终研制成功了 得到了广大村民的 一致好评 老鼠是以我们日常生活 半生的一个害虫 所以如何捕术老鼠 消灭我们生活 环境中的老鼠 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各种各样 捕术器 基本来说 都是一个被动门的方式 那么这个老鼠 捕术器 是一个主动门 它就是利用 红外监测装置 监测的老鼠 在这个门上 活动的时候 自动开门 同时把老鼠捕撞 我想这种方式 是一个技术的 一点的进步 我们看到 发明人经过 不断的努力和尝试 最终的这个捕术器 是获得了成功 在这里 我们也祝贺发明人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老师 光临演播室 极其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再见 你喜欢苹果吗 你知道果树种植的辛苦吗 苹果香甜可口 营养丰富 但种植起来 却十分辛苦 一台小机器 粗草开钩 样样强 为果农们 还有解难 二十名果农来挑战 且看他如何勇往直前 让大家心服口服 敬请收看 外发明 开钩 神行侠